然后就是这一年发行的这张周深的专辑深的深 这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深度参与到一张专辑的制作里面 在这张专辑的十首歌里 我参与了七首歌 因为碰见一个这样独特的歌手是非常不容易的 其实这七首歌大部分都不是我临时写的 都是写了就扔在那儿 其中最久远的歌一直追溯到蓝色降落伞 是顾长伟导演拍孔雀的时候 那时候请我写主题歌 我写的当然长伟导演没有用 因为我当时没录小样 我比较懒 我就在棚里头剪接棚里拿把吉他 而长伟我给你唱一下 结果由于我唱歌实在是听不出旋律 所以长伟导演也很尴尬 但是其实是挺好听 然后就终在那儿 好几首歌都是那样 直到影音乐开始筹备周深专辑 其实最早是影音乐跟我说 因为我们老在一起合作 他就说你听见一个歌手叫周深吗 我说没有 因为我不太看综艺节目什么 他就唱给我听 我说这个歌手的嗓音真的是很奇特 他像女生 但是他不是女生 他比女生还掺杂了同声和男生的一点阳刚之气在里面 这样的声音在中国之前好像还没有听到过 而且他受非常专业优秀的西洋音乐的教育 他在乌克兰的利沃夫音乐学院毕业 利沃夫其实原来是波兰的地方 二战以后因为波兰往西移了一块 把德国一块并给波兰了 然后东北这块就失去了 失去了就变成苏联的一部分 后来苏联就解体了 这地方正好就归了乌克兰 所以这个周深很有意思 他学古典音乐 美声唱法 但是他的唱法在唱片里不是美声唱法 但是他会说俄语 乌克兰语跟波兰语 英文也讲得很好 所以这是个难得的声音 其实我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 我还想 我说这孩子这么腼腆 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表演者吗 因为唱歌不光是在录音室里录音 你成为一个震得住舞台的气场 能弥漫全场的那种大唱将 你需要的不光是嗓子 还有整体的那种气质 我还怀疑了大概有相当一段时间 但是尹约一直坚持说他可以的 而且说你不要想那么多 把一个这样的声音 让他唱出美好的歌最重要 好了我说也是 于是就把各种压箱底的歌拿出来 有一些压箱底的歌词 原来还不是这样的 好了英文把它改成了 很符合周深的这么一整张唱片 这张唱片其实有 绝大部分歌我都非常喜欢 当然了《玫瑰与小路》 是最早发的单曲 那是本来很平的一个旋律 但是配上那样的词 以及周深的唱 居然是让我听得如痴如嘴 包括蓝色降落伞 演绎的其实比我当时 写的时候想的还要好 《毅律执念》 《前雷的曲》 然后我和影乐写的词 是我觉得这里面非常高级的一首歌 《大鱼》那就不说了 《大金曲》 《前雷音乐》合作的 各种《大金曲》之一 整体我都非常喜欢 因为本来做专辑的人就越来越少 做一个有概念的专辑就更不容易 因为专辑不应该是 到处挑了十首歌 拼出一张唱片 而是从创作概念上 就从头开始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 不然要十首歌干嘛 那东挑西剪十首歌 其实没多大意义 但是这是一张非常有概念 包括整个编曲录音 使用的整体的乐器的考虑 我觉得都是少见的一张高质量专辑 当然做了很长时间 录了两年多他们在那 当然专辑发行以后 成绩是非常好 也祝贺他们这些年轻人 周深当然现在发展的也越来越好 我也很欣慰 而且我更欣慰的是看到 他在舞台上 已经不是当时那个 腼腆的小男孩 而是一个真正的 能镇住舞台的大唱将 可见舞台其实是能够锻炼人的 很多人其实 开始的时候站不上台的 最后也能在台上弥漫开来 其实朴树最开始也是 一上台都完全不会唱了 现在也游刃有余 一开始都会唱了